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5 My Radio 2015 好 歡迎大家收看 見到我們兩個跌倒了 因為馬上踢英冠的星班附加賽 剛剛看完 看完賽果 米道士寶對著樂域治的比賽 應該是去到下半場70分鐘左右 仍然是樂域治 領先米道士寶兩球 還有大約20分鐘左右 一路會跟大家更新 今天的主持集容有 小弟Anthony 好拍檔阿近 這是第一單 第二單 我們馬上去看看 香港球壇一直有好消息 神之子 歐聰成為一本世紀 二千年打後 第一個 有機會在歐洲聯賽上陣 他效力葡萄牙體育會 去到聯賽的薩科戰 有機會後備上陣 恭喜 或者鼓勵 歐聰 不知道之後發展會怎樣 還有很多變數 繼續努力 我們 很多香港的球迷 其實這幾天都出了很多 支持你 這裏有一單 明天 歐聰效力過的南華會 都會在旺角場出戰 阿協盃十六強 對手就是斑加羅爾 明天晚上八點 旺角場記得入場 我們馬上去下一張照片 今天 我想這張照片 我們今週想說些什麼 各大聯賽殺科 二甲還有一輪 很多很多的告別 很感人 或者是很悲傷的畫面 如果說告別 是啊 我們一路再跟大家掃 阿勤 我就是會考年代 我記得那時有一部分 我讀西史 有一部分就叫做歷史資料題 好像有四幅照片給你選擇 例如一些政治漫畫 我經常覺得圖片來源就是 Zero Cartoon 都畫很多很漂亮的漫畫 我覺得 那時他就會精挑細選一些 一些物件或者背景 考這些東西 我看到謝拉特 他扭著 我讀西史 我每個年代 一近就不同了 你看 沙圍的行李箱 就閃閃發光的 那我檢查他 維巴賽都 超過二十個禁標 高普都有兩個 德甲聯賽冠軍 都是很光輝 到北更加不用說 拿過了 前前後代表車友士 拿過很多本土獎項 再加多歐聯 那 謝拉特拿著一個心 那 有些昨天說是代表利迷的心 那 無論如何 當然 謝拉特 那些不準確 其實他也拿了 為甚麼呢 他也有獎章 除非你說只是計聯賽 那 今天就是525 其實十年前 謝拉特正正拿了獎 就是這個 05年的歐聯 都是一個傳奇的一夜 今天就是十周年 我們再去一張照 先開頭 那就是 英超那邊 我們都 殺科戰 有些人的說法就是 今屆這個殺科日 就好像審判尾 好像沒有那麼重 因為 如果你看英超來到 我們可以先由這個 游下數上 這樣說上去 你說和護級的危機 有關係 兩場球 後城主場對 雲高意大領的曼聯 另外還有 紐卡蘇 主場就會對韋斯涵 後城其實開球之前 他排尾三 和尾四的紐卡蘇 其實相差兩分 這場球對著曼聯 他一定要贏球 才有鎬 我們可以去成果 先跌回磅 最後排最尾三代要降班 就是喉成 班尼 和QPR 互級成功的 當然就是 林美 扶搖直上的 李斯特成 維拉也是互級成功 還有就是 新特蘭 紐卡蘇 也是互級成功 今年排中游的球隊 包括 大聲剛剛離開的韋斯涵 西布朗 水晶宮 愛華頓 史督成 史雲斯等等 歐巴組 會有第五位的熱刺 第六位的利物浦 以及未知有沒有歐巴 即第七位的薩蘭頓 就要看下星期的足重杯決賽 看看維拉究竟能否贏到阿仙奴 如果維拉贏 就是維拉打歐巴 如果維拉輸 即是阿仙奴 捧足重杯 就會在英超第七位 就是修咸頓去打歐巴 頭四就是冠軍車仔 第二位是亞軍曼城 第三位是阿仙奴 第四位是曼聯 曼聯 這是一個慶祝重返歐聯的意思 我們再到下一張照片 後城對著 尾場對著曼聯 都頗可惜 因為後城這場球一定要贏 結果0比0打王曼聯 老實說 曼聯這場球 陣容上頗有誠意 大部分正選 唯獨一兩個後備 但仍然是世界級的 Victor和迪斯 和上年和馬贏歐聯的功臣迪馬利 這場比賽 VB屢舊險球 打到有些驚險計頭 都有一下出營 快打空氣的判斷 差一點點 但你看回整場球 起碼有三個很接近入球的機會 其實是擋出來 我自己最有印象就是 去到下半場後城的右路傳中 那個應該是奢侈打 他被兩個曼聯球員封住 但他都射到那個球 基本上是Victor和迪斯的視線 是被曼聯的後衛 已經遮住了 那個球他 趕到近處都很快地反應到 就叫做救了那個球 如果不是後城 後城 雖然他因為紐加索最後贏球 他入了那個球 其實都是要降板的 可惜 這場是0比0 曼聯 因為這場球已經獲得歐聯的資格 陣容就有誠意 但踢下去 當然銳利程度 沒有以前 或者沒有 早派他們連續很多場的不敗 那種的銳利 那 柳卡蘇 真是這支球隊 很多人去到季尾 爺雨他們又不是踢球 你不如你說吧 這場球 就算你們有多想 柳卡蘇港班都好 甚至我自己看到直播 轉來轉去 我看後城多 轉過去都看到 柳卡蘇入球的畫面 看到肥仔喊豬尼慶祝 眼睛是有少許 眼睛著眼睛著 啊 他弄到面都紅 兩隻手 握拳頭 真的 這個班主 有時候 你做人 如果是輸了 柳卡蘇 他放回 分分鐘他在現場被圍 啊 球場未必出到 又說 唐人家有很大機會暴動 等等 有時候做人 不懂得好來好去 都自焦麻煩 但你又必須承認柳卡蘇 這場比賽 對著韋思咸 他們是屬於 比較有鬥心的一方 當然韋思咸 都已經是 慰烈中游 沒有動沒有球 我玩過討論 他是有些扭記迷的 就是 他在打盥路途中 說其實我寧願輸了 去鋼巴佬 我真的希望有機會 去踢走阿雪莉 接著他聽到 阿雪莉說 我不會買球隊 因為我要贏 至少贏了獎品 才走 那些人經常恥笑他 那當年你英本星班 那次拿了那個冠心 那也不算 還是你要鋼巴多次 再贏多次 才算 那就是說 你說 柳卡蘇現在 你說有些什麼 可以古奇遇用呢 那些 這個夏天也有花生 對 今屆他 最後排在第十五位 你說球員 球迷 都不是一個滿意的位置 唯獨 可喜的就是 古迪亞利斯 這個抗癌的勇士 射入了2比0的入球 也是值得為這位球員鼓掌 這樣 對 我們再滾上一點 還有一些關鍵位要爭 就是歐霸 歐霸的席位 原本 排第五位 就是利物浦 這樣1比6 就作客輸給史督成 老實說 史督成 雖然一直升上英超之後 都是欺負著利物浦 但這場球 正如評述員所說 就是利物浦球迷或球員 都不知道他不列顛利亞球場 做什麼 去到那幾後球 你的球迷竟然可以說外隊打架 都算了 我通常都不喜歡用陰謀論 但每場的表情都太詭異了 有頂候 龍門又撲一下空氣 唉 不懂得說 這場球 雖然我主要是在後城 都要回去細細的咀嚼一下 結果就把第五位的位置拱手 相釀給熱刺 第五位熱刺 第六位就是利物浦 修涵到第七位 其實呢 老實說 他在數字上 是有機會講過利物浦 但他就作客輸給萬成 這場比賽 所以 結果都是守著第七位 就完結了今屆英超 講到今屆英超 我們再去下一張照片 藍戰士 車路士 再次 正如摩連奧所說 第二年就是我的世界 和現在 真的 那時候 上個禮拜 我做熱血大學場 就說 斯朗 精戰西甲 這麼多季 都是拿過一次的西甲 正正就是摩連奧的第二年 現在摩連奧 英超 真的來一個 拋離得很遠的距離 提早三輪的時間 就拿去 那 泰利 杜奧巴 杜奧巴就是他最後一次 在斯丹福橋比賽 正式比賽 賽後都 很多球迷 球員 向他致敬 他自己都 杜奧巴又不得不欣賞他的鬥心 他又是那一隻 他覺得自己仍然可以在頂級辭聰的球員 但是他也深明 如果他繼續在車路士 未必達到他一個很想上場 或者有機會不斷上場的機會 所以他也是決定離開的 這個賭巴 泰利 泰利 今屆的長青樹 車仔 之前都跟大家分析過 明晚的節目 就會有英超和西甲的分析 如果想詳細地 穩觀地 聽聽我們的主持 怎樣分析英超 明晚 甚至每一集的大球場 都是不可以錯過的 英超是這裡 我們再去下一張照片 那就是 德甲 德甲這裡 對 去一去下一張照片 德甲的聯賽 其實已經是 殺了4 昨晚就 嗯 三隻福加賽 福加賽就是 尾三的漢堡 會對著 月祖的卡爾斯魯厄 漢堡真是臨壯 再次 就要在季尾精戰 兩回合的福加賽 OK 我們照在聯賽榜上去先 兩個席位降班 就是 帕達邦和佛賴寶 副加賽就是 漢堡 尾四 護給成功 就 史特加 我們都會講講 這支球隊 哈法柏林 漢諾威 在最後一回合 都叫做 逃出新天的球隊 中游 包括 包括科隆 勉恩斯 雲達 不萊梅 法蘭克福 和賀芬 第七位 多蒙特 搶回歐霸 席位 都 值得球迷讚賞 還有 史歐克04 第六位 奧格斯堡 第五位 這支球隊今屆打得十分出賽 頭四 冠軍 霸人無尼克 第二 和夫斯堡 第三 這個無順加拍第四 就是尼華 想不到尼華 就要打 這個 歐聯小組賽的資格賽 或者附加賽 這個第四位就是尼華 古順的 我們 我想講講就是 對 好住在聯賽榜 我們 我自己 有看直播就是這場 德甲 史特加贏了帕達邦 那場比賽 其實德甲 就是 現在來到 榜尾薩科 比較多變數出現的聯賽 帕達邦 1比2輸給史特加 漢諾威2比1 贏佛萊寶 直接赤佛萊寶 下去這個月組 漢諾2比0 贏斯奧克 吊著鹽水 賀芬咸 2比1哈法 哈法帕林都沒事的 最後 史特加呢 他真的逃出新天 老實講 上半場其實一度落後給帕達邦 最後 叫做反級兩球 但是 你論過球員的能力 特別是進攻人腳方面 史特加其實真的 你不要說少 其實都明顯是高過帕達邦 我自己 他們好像是有一點自己製造險象 要去搞到追平1比1那一下 那球球 都要靠對方的隊長犯錯 位給你去射 所以 林美 堅射克 叫做把握到2比1個機會 但是 其實史特加這場 如果他最後和球 要去打附加賽 甚至輸賣 我覺得你真的不能怪誰 上半季打得差 這場比賽 右中場下力 都有兩下 在美處無人看管之下 把握不到機會 另外 堅射克自己個人獨闖龍潭 一個樓 四個人對著半空門狀態 都叫做燙出界 所以這場比賽 最後他們都贏的 贏2比1 守住第14位來界 都叫做可以在德甲割族 數上一些 看樂位大戰佛萊寶2比1 其實佛萊寶拍達神 林美 保時的入球 令佛萊寶一度出現一線曙光 因為如果佛萊寶這場比賽 拿到1分 4對35分 真的計算 那裡也有時間計算 這裡 我們再去下一張相片 就是這個 我們之前有一集都談論過 就是高普 執教多蒙特 這場作為他在主場聯賽 德甲叫謝莫戰 有驚無險 3比2 就贏了雲達不來梅 老實說這場球 我就看頭和尾 之後就看精華 都看看究竟 因為西法輪球場 其實他們的南看台 砌這些這麼漂亮的 你叫做橫額 或者砌一些圖案 就是歐洲 數一數二 還有老盈 老盈和西法輪 都是當中的表表者 這次這個 真的很值得大家紀念的一張相片 多謝高普在多蒙特的七個球櫃 由他接手上一任領隊的時候 多蒙特在排第十三位的位置 幾年之間衝到上去 11年的德甲聯賽冠軍 再下一季力壓著拜仁 拿了雙冠王 加上德國盃 高峰期更加 殺到歐聯的決賽 雖然最終不敵拜仁 不能夠捧走歐聯 他和大部份的球迷 陣中的球員 比賽 我喜歡這支領隊 因為他和球員的關係 有點爸爸感覺 我覺得這支領隊 能夠很有效率地自軍 他臨尾那一套 但是那個組合拳 正到 看來那些球迷都沒有 最後是這下的 那真的 好像那幾下組合拳 就好像這一季沒有了的感染力 在那一刻全部回來了 這個就是高普 接下來 老實說 客觀看 好幾支球隊 我們說有機會換領隊 包括我們稍後會說說的黃馬 甚至乎利物浦 羅馬 任何一支有機會的球隊 韋斯咸 也有機會 其實老實說 是高普自己選擇 似他離機多些 似他離機 就是看他走不走 如果是Rogers out的話 高普的呼聲 也很難機會 唉 沒有六比一個 長士督城 那個機會沒有那麼大 高普祝他都前程感受 看看多蒙特 接下來就會有什麼改變 我們再去下一張照片 今屆德甲的冠軍 就是紅色 拜仁茂尼克 就是歌帥 又是他拿第二屆的德甲 這個沙律碟就由拿武捧起 拜仁今屆 叫做34場79分 拋離第二位的和夫師傅10分 聯賽那裡大家都預期 即是預期之內 唯獨是比較失落少少少 包括哥德奧 見到失色的勝利 是啊 真的 比較 啊 是不是還要時間呢 好像 因為 他今屆 歐聯 叫做 掉拖 再加上他和一些醫療團隊的爭拗 甚至乎一些 拜仁的名宿高層 或者神主派 咕咕咕神主派 這是給拜仁永恆的問題 過去十幾年來 拜仁是想求變的 不亂 在外面請新人 但每次都是 因為跟神主派搞不好 就要離隊手場 嗯 嗯 好像種種的因素之下 我覺得哥迪奧拿下年仍然會在拜仁 但好像幾種悲觀 或者幾種暗地裡的因素 好像哥迪奧拿受的制抓有機會下跪 有機會越來越多 因為他自己開到聲 都希望在那個選新球員 或者買人那裏拿回一些權 這個拜仁那裏我們再拭目以待 那麼 德甲這裏 捧起沙律碟 再是拜仁無尼克 四連霸 因為德甲從未試過一支球隊 是能夠連繞五屆的 四屆呢 白仁過往是經常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們再去下一張照片 那這裏就 西甲 西甲都 其實波美都真的 有一點點是來人尋味的 科爾多亞雖然二十位 其實已經宣佈了降班 第十九位 艾美利亞 以及伊巴 這三支 就是今屆西甲會降班 下屆會降到月早的三支球隊 第十七位 格蘭納答 拉科 這兩支球隊都是最後一關 能夠是死裡逃生 上面中游 基達菲 利雲特 阿爾赤今屆比較令人失望的黃蘇 華力賈奴 以及愛斯賓奴 就是這些中下游的球隊 馬拉加 切爾達今屆打得好 守住第八位 又51分 筆爾包今屆 其實上半季是跌很多分 因為要徵戰歐聯的關係 最終上了第七位 幸好補回歐八 因為國王本的決賽也殺到入決賽 對著巴賽 歐八席位就肯定了 第六位 維拉尼爾 去到下半季 你看他 一直不停輸 九輪不勝 維拉尼爾去到最後守住第六位 夏年阿遊有勾賽 西維爾 以及第四位的華倫 西維爾其實一直都吊著華倫尾 追得好貼 最後一彎的華倫 三比二 要贏過 開始有機會去第四 其實我心裏是想的 因為華倫反正都是有錢的 其實他下季不能打歐聯 我大不了 但是這樣說阿勤 但是華倫 當然西維爾是非常出色 今屆的 但是華倫 我覺得他今屆 如果你說鄧花雲去的表現 沒有歐聯 只是有些球迷說我 不要再說西超 因為華倫今屆 包括西維爾等等 球隊的表現 甚至乎上半季的維拉利爾 其實在場上表現 真的已經非常出色 這個頭三名 雖然還是那三隊 冠軍是巴塞 第二就是和馬 第三就是馬德里體育會 上屆冠軍 OK 我們再 不要去住 不要去住 我們先數個榜尾 榜尾 艾美利亞主場 對著同樣要取勝 保住歐聯席位的華倫 主場奮力一戰 在兩度領先的情況下 最終就2比3 輸給作客的華倫 巴古艾卡莎 80分鐘後的入球 華倫保住歐聯席位 艾美利亞的西甲位 保不住 下一隊 伊巴 伊巴有很多粉絲 昨天晚上 他盡力了 主場早早搖搖領先 科伊多 可惜 三隊同分之下 這樣 港班 353535 反而格蘭納答最後四輪 哇 那場默契波味很濃 好像一直看著旁邊 0比0 我不動 大家不用動 0比0 和了馬體會 馬體會 因為他的位置定 第三 上又沒有 下又沒有 最後0比0 和了馬體會 老實說 你怎樣形容他 這一分 非常寶貴 他補到西甲位 就是靠這一分 普蘇家族 下屆 真的有機會在西甲 英超 和二甲 那裏 轉來轉去 拋球 都是值得大家去看 或者研究一下一個 足球的生態 這個普蘇家族 坐擁三支 各個不同聯賽的頂級聯賽球隊 這個 拉科那場 我們順勢講完 2比2 同樣是至諸死地而後身 其實早早巴賽 兩球領先 都定的了 這樣就追回兩球 當然 他的條件是好的 拉科因為巴賽已經奪貫 那場球也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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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邪 換走華美麟就出事 華美麟這場球 是他在巴賽的處置戰 也是唯一一場 今屆他打過的西甲比賽 不二包這場 4比0 就贏了九輪不勝的維拉利爾 都獲得歐霸的資格 西維爾 剛才說過 一直吊著華倫尾 追得好貼 賣單就差1分 沒辦法 來屆 他呢 老實說 他下年的歐聯位 就叫兩票 暫時西甲這票 就吃不出 看看下個星期 那個歐霸對著迪尼浦 嗯 我們那時候說 拿波利吃到迪尼浦 結果吃不出 現在西維爾 特別是因為西甲這場歐聯 吃不出 有機會歐霸 就下多兩千肉 歐霸也是大戰 我們再去下一張照 今晚真的 我想阿近都要積極發揮一下 沙維 九一年加入巴塞的清訓 前前後加上 二十四年的足球生命 奉獻給巴塞 即在西甲超過五百次上陣 歐聯的上陣紀錄一百五十次 即是歐聯 球員上陣紀錄一百五十次 是沙維去保持 那二千年打 是不是二千年打後 那時候 是不是戈迪奧那時候 因為受傷 慢慢退路 他是頂了中長中 是 夢二至夢三的一個階段 就是沙維 我們再去下一張照片 大約保持一保持 其實畫面都可以翻一翻 因為我們桌上 有一件很重要的物品 沙維和球迷逐一道別 繞長一周 拍照的拍照的拍照 歡呼的歡呼 好 OK 回來我們畫面 介紹 這件其實不是原裝 是幾年前再出霍克 我一口氣買了三件 一件印哥迪奧倫一件 印佩奧倫 第三件印沙維 是 就是沙維 一個橫跨 夢二至夢三的一個球員 他自己 因為我看回 我沒有背後 他所謂的耳熟能長獲得獎項 但是我查回 他 08-13年 連續六屆 其實都是入選FIFA年度的最佳陣容 我數回 08-13是一個什麼時候的時代 正正就是巴塞 其實他成為世界頂級 都是由08年開始 沒錯 因為我經常都說 但其實很有趣 其實他踏上這條路 真正的一個 其中一個最大功勞的人 叫阿拉哥尼斯 其實有點諷刺 是一個馬體會的不義之神 他成為巨星之路 其實是因為08年 他在國家隊 當時打了國家隊 就變成沙圍的印尼斯特勒 傷痕 那時候鬥著是 閃拿防守中場 08年 再加上 法比加斯也有定選 那時候 印尼斯特勒 推上前打了左翼 那一屆 08年 都是西班牙獲得了歐國盃 08-13 正正是巴塞隆拿 再加上西班牙國家隊 統治這個世界 甚至歐洲球壇的一個年代 剛才說過 沙圍一共為巴塞獲得了23個錦標 老實說 甚至我非常同意摩連奴這次的說法 摩連奴那時候在西班牙球壇 都經常跟沙圍有言語上的爭拗 但現在沙圍離開巴塞 摩連奴忠肯地 我同意他說一句 沙圍是值得獲得一個金球場 是 10年那次我是丟失分費的 絕對是 西班牙當然 剛剛就是改規制 被國際足協吞併了金球場 然後改規制 其實用回以前 法國足球周刊那個計分法 那一屆贏的應該是史尼達 因為史尼達在球會的三冠王 再加上世界盃薩特決賽 最後那一屆是恩尼斯達四入至勝入球 加時是2比1 那一屆是沙圍最終 如果計算過排名 他是排第三 第一是美斯羅 那屆是金球獎 第二是恩尼斯達 那時也是三個巴塞獲的球員 那一屆是世界盃 沙圍如果拿到金球獎的意義很大 他是變成第一個加塔羅里亞人獲金頭獎的 恩恩 這些機會不是經常有的 是啊 真的 我都覺得沙圍這個 因為剛才跟亞近所說 08年真的沙圍一個真正大屬大勇 因為那時就算是夢二年代 沙圍他都不是一個 真的數巴塞公神 其實那時 那麗卡特甚至想賣走他 覺得他後防搶球不夠積極 是啊 阿拉根尼斯再加上哥迪奧娜的上任 叫直接把沙圍這個 好像冠名 全球大師 那樣 其實沙圍都改變了一些看法 因為沙圍我們計算08年 他80年出生其實真正大屬大勇的時間 28歲 所以很多時候 現在球壇雖然趨向一個年輕化 但是我們去到23、24歲去評論一個球員 你看回如果你以沙圍 甚至乎同樣有全球大師的稱號的派露 來講 他們真是耳熟能長 或者是勞火純青的一個全球這方面的技術 其實一個孔近30歲的年齡才可以做到 所以我覺得安力機也沒有說錯 其實後無來者 那這個 唉呀 真的有些感慨 一個星期接受了謝拉特的 不能夠在利物浦完成球員身來 就到沙圍的機 其實相對有可能 計後會變了用這個碧壇模式 就是永遠揭動 突然回來玩機場 好像已經有些新聞說 一定有機會回來 不要你操作也好 可能學校教球 踢幾場 其實去年佩奧爾最終都選擇掛虛 沙圍他選擇去卡塔爾 繼續發展他足球的事業 根據很多的報導 都說他甚至乎卡塔爾那邊的計劃 其實他這次去艾薩德 其實就是過往奧爾效力過的球隊 稍微都說奧爾其實都跟他簡介過 或者長談過去到卡塔爾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氣候 之後他除了做一個球員的角色之外 都會慢慢滲一些管理 教育部的工作下去 最終那邊 卡塔爾就希望達至2022 由卡塔爾舉辦的一個世界盃 即可能是他的教育 真的 他這個說明在計劃之內 沙圍你問他 我看了他一個記者會 好像坐在那張桌子 很多鏡頭摁在那裡 如果一個人是陳奕迅的話 就躲了底 很近那些鏡頭 沙圍就說 他最終的目標 其實是翻巴賽 這個 這個是他的一個最終夢想 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明天繼續會有二雪大遊場 今天會跟大家講講 今晚那場英冠的附加賽 1.5億歐元的戰役 還有就是英超和西甲的總結 明晚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好 好